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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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装在车上的时候是装在车的尾部 那除了后置摄像头 当我们选择这个切换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它调置到前置摄像头 那我们再按一次的话就可以把它转回来 当你看到这个红灯在闪的时候就代表说它是正在录影的 那现在我们到它的设置里面去看一看 那你要进到设置首先你必须先按左边这个暂停录影 你才可以进到设置里面去更改一些设定 那我们现在尝试把它的语言改成中文 好那我们就往下找到这个语言的设定 然后选择OK 再更改至简体中文 再点击OK 好这样子的话你的语言就成功了改成中文了 好那我们Milio的一大特点呢 就是它可以调整我们的录影视角 你现在可以看到我在按左边的第二个按键 它可以任意的调整你要的视角 那不只后置摄像头 前置摄像头也可以依据你的喜好 去调整你要的录影的视角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Milio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那就是我们的倒车辅助线 那当你挂入R档的时候呢 这个倒车辅助线就会出现 帮你更好的测量距离 跟看后面的障碍物 那其实我们的Milio呢 除了录影的功能 其实它也有拍照的功能 首先我们先暂停录影 然后我们长按左边的第二个按键 大概两到三秒 那其实它就已经完成了前后摄像头 一起拍照的这个功能 那现在我们可以点击右边第二个 这个相册的按键来查看 首先前面两个呢 是我们正常录影的档案 那前后是分开的两个档案 那中间这两个呢 就是我们锁定文件的档案 那待会我们会再回来为大家做介绍 那继续往下走的话呢 就有刚刚我们所拍的照片啦 有前置摄像头拍的 还有后置摄像头拍的 那这就是刚刚两颗摄像头 一起拍一下的照片 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我们锁定文件的功能 也就是右边第二个按键 那你按下之后你会发现它说 锁定当前文件 还有原本闪着的红色灯 现在变成绿色了 这就代表它会拿刚刚的一段时间 再加上你按下按键过后的30秒 来形成一个锁定的文件 那除了你自己按下这个按键之外呢 如果说发生车祸 比如说这样子 那它也会锁定当前文件 也就是说它会拿刚刚的一段时间 再加上整动过后的30秒 来形成一个锁定的文件 那这锁定的文件 就不会因为记忆卡的容量不够 而被覆盖掉 那如果我们要查看的话呢 我们必须先暂停录影 然后去到相册里面 那中间两个呢 就是我们锁定文件的档案 也就是刚刚我们按下 那个锁定文件的按键 还有设备被整动到过后 所触发的锁定文件的档案 好那我们Milio呢 还有一大功能呢 就是当你汽车熄火了过后呢 你也不用害怕没有录到影 在我们设置里面呢 它有一个叫做 停车缩时监控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呢 就可以让你选择 在你汽车熄火之后呢 以每一秒拍下一张 或者是四张照片作为监控 那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功能的时长 长达24小时哦 好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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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